直播带货到底有多火 看看媒体自媒体上的报道 看看朋友圈的海报 多少可以感受到 直播带货有多火呢 火到只要一搭上李佳琪和威亚 上市公司的股票就可以一飞冲天 今年1月5号 A股上市公司金字火腿 把小广告打到了李佳琪的直播间 这场5分钟的直播 第二天就把金字火腿的股价 送上了涨停板 次日继续拉升 两个交易日上涨了大概13% 公司市值也因此飙升了7个亿 1月15号 A股上市公司新文化发布公告说 和李佳琪所在的 美万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初步达成了战略合作一项 结果从1月16号起 新文化的股价也连续5个涨停板 你有李佳琪 我有威亚 5月11号 湖南孟杰家房股份有限公司宣布 和淘宝第一主播威亚 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结果昨天跟今天 孟杰股份都是一致暂停 值得一提的是 孟杰股份正是跟威亚的合作 不仅是在直播带货层面 根据协议 威亚将把粉丝的需求 带到孟杰家房的设计和品控当中 是一种C2M模式 除此以外 孟杰股份线下门店和线上网店 将有权使用威亚的肖像权 受此影响 这两天C2M概念股整体走强 所谓C2M 也就是客户或者消费者对工厂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 整合消费者的商品定制需求 然后向制造商发送生产订单 中间去掉了品牌商 代理商和商产等中间取绕的环节 使产品几乎可以以批发价 抽出给消费者 恕我直言 所谓的没有批发商占差价 其实是个伪概念 网红和电商平台 不就是中间商吗 从媒体报道来看 网红的抽成比例并不低 一些大牌的主播 还有很高的坑位费 有不少企业反应 通过网红直播带货 只是花钱赚了吆喝 根本赚不了钱 当然还是那句话 没有去试过 连失败的机会也没有 此其言 其二 股市需要的往往就是概念 没有概念 深造概念 有了概念 股市才有热点 才有人气 其三 从理论上讲 电商C2M模式 也传递了某种行业趋势 金龙金 90后消费者 正成为消费的主力军 他们对个性化产品的消费诉求更高 制造企业 急需精准地捕捉 他们的诉求 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也让企业可以更加灵活地组织生产 让消费指导生产成了可能 需要提醒的是 孟杰股份今天发布公告 本次合同的签订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进行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